丈夫是国家副总理 他却在农村嫁与他人苦苦不能相认 1954年一位农妇无意间看到商店的报纸后 神色突变 随后匆忙跑回家中 并向家人表示 如今的国家副总理陈毅就是自己的丈夫 此话一出全家震惊 他如今的丈夫更是感到啼叫皆非 就在家里人准备对此一笑而过的时候 农妇接下来的一番话 揭开了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百度搜索陈毅夫人 了解更多内容 在这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看着疑惑不解的众人 赖月明心已恒 索性向大家讲起了自己与陈毅相识相遇的点点滴滴 1928年因为家中贫困 赖月明被叔父卖给谢姓人家做童鸟席 在谢家赖月明吃不饱穿不暖 还要忍受那家人时不时的殴打与谩骂 走投无路之间 赖月明便想到了去投奔革命 1929年在当地妇女组织的帮助下 赖月明顺利的加入了革命队伍 并凭借自己的表现赢得了组织的信任 被分配到了少共省委任职 在少共省委的日子里 赖月明常常带领战友 开展慰问红军的行动 而当他跟随部队来到宁都时 刚巧与在这里歇息落脚的陈毅相遇 在相处的过程中 赖月明与陈毅渐渐擦出了爱的火花 虽然在此期间 赖月明发现陈毅出生于大地主阶级 但在战友的解释下 赖月明很快打下了对陈毅的误会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由于革命任务不同 赖月明与陈毅聚少离多 1934年赖月明奉命前往瑞金医院照顾陈毅 这才结束了两人的异地生活 可就在赖月明以为两人至此团聚后 陈毅所在部队再次转移 而作为家属的赖月明 不得不回到家乡江西开展工作 为了能够帮助赖月明隐藏身份 赖月明的生父便对外放出赖月明 以投锦自杀的消息 并让女儿隐姓埋名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 虽然赖月明因此躲过了仇人的追杀 但与此同时 积极寻找妻子下落的陈毅 也因此错失消息 接受了自己已经丧妻的恶好 更让赖月明感到难过的是 他赖以证明自己身份的革命文件 因故被焚 即使是最亲密的家人 也并不相信他曾经入党 万般无奈之下 赖月明便选择了任命 在第二人丈夫病逝后 他又在村民的介绍下 与红军方松良结婚 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直到在商店柜台上的报纸上 看到了陈毅的照片 赖月明这才知道 自己当初的丈夫 已经成为国家副总理 兴起之余 赖月明本想立即进京 与陈毅相议 但考虑到如今双方都已另结良缘 担心影响陈毅民意的他 只得默默将这一份秘密 埋藏在心底 1972年 为国奋战一生的陈毅 因病去世 在听到陈毅去世的消息后 赖月明年泪流满面 无法前去现场送别的他 只能让丈夫方松良 代替自己 为陈毅力杯上香 因为种种原因 直到去世之前 陈毅并不知道 妻子赖月明 其实并没有去世 之前的投警自禁 只不过是为了自保而编造的烟雾弹 而没能见到陈毅最后一面 也成为了赖月明一生的遗憾 在时代的洪流中 像陈毅与赖月明这样的眷侣 还有很多 也正是他们无私无味的付出 才成就了辉煌灿烂的新中国 他们的故事令人哀叹 而他们的情意更让人敬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下期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